第三文革的历史意义 第一文革是国际历史国际公益历史上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所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指导下的伟大实践 使无产阶级政党打破历史周期率的第一次尝试和创造条件 向共产主义社会过度的伟大探索 使无产阶级包括自然级在内的一切副学经济 及私有制观念的彻底决裂和最后决战 为全力的彻底解放实在共产主义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 因而是极大的发展和丰富的马哈斯维的理论保护 是马哈斯维历史上的第三个伟大已成为 接下来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 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公益的发展具有无可估价的重大的意义 和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 就像巴黎公社的失败成为世界革命世界的先导一样 文革也将成为未来国际共运事业 获得最后设计的先导和奠基 第二 通过文革 毛泽东不仅被国际观念的运动 冒险了无产地关系基础革命的理论 也锻炼了中国几代的革命者 在亿万人的心中拨下了防修反修 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活虫 因此 当上个世纪苏东 巨变之后 中国没有成为本应早下的最后一块多门的舞台 美国所期待的1999不让人受 国际主义大失败没有出现 这一切 都是因为 中国共产党人 中文解放军 和中国人民 经受了文革的洗礼 他们不答应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而在中国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人 也从来不敢公开丢掉社会主义的招牌 而打出资本主义的旗帜 而反观人类上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在列宁的故乡 当戈巴桥和耶利辛之流 解散苏共 解体苏联的时候 苏共的两千万党员 苏军的几百万军队 苏联的两亿多人民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抵制苏联校正主义 苏联资产阶级的倒行逆势 正如习近平所说 当时的苏联 竟无一人是男儿 第三 文革给中国的无产阶级 和革命人民 以及全体的无产阶级 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以及文革的实践 极大的充实 丰富了毛泽东 关于无产阶级专业下 基于革命的理论 在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同时 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 毛泽东关于无产专政 和全国家主义过度的理论 对国际公民运动最后胜利 具有重大意义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丰富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在文革实践中 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 所付出的巨大的牺牲和代价 被几乎的无产阶级 专程下继续革命 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和深刻的教训 这些经验和教训是 其一 要精心审慎的选择好 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要按照毛泽东所制定的 五条标准去选人 用人 控制重点防范 搞一个轨迹者 注注林彪一类骗子 两面派 和画画风之流的 貌似忠厚者 其二 要长期坚持对资产阶级 及代理人的批判 包括资产阶级 在内的所有波形阶级 不仅占有实战资料 和主导分配 而且拥有私有制所形成的 传统的自有观念 这种自有观念 所形成的意识形态 广泛 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 在自有主义社会 自有制虽然被无产阶级改造 但自有观念 和剥削意识 还将长期存在 并成为新生自然阶级的 分子产生的突然 这新生自然阶级分子 在党内就是搞 修正主义的投资派 而搞修正主义的投资派 就是世界上 忘足忽批资本主义势力 的人 在党内的代理人 这就是修正主义 忽批资本主义的 设计基础和历史过程 斗资派 自身为最危险的敌人 特别是上层的 死不该回的斗资派 绝不能引起表面认错 就抱有幻想 就心思手软 而且 还得以重用 而必须坚决清楚主义 其三 要完善 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 确立自下而上 对公职人员的监督 体制 是非常重要的 巴黎公社 对公共作者采取的支权 罢免低新制度 对防止干部的退化 变质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 要大力培养和壮大无产经济 知识分子队伍 文革是一场 触及人的灵魂的大革命 特别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利益 更是如此 文革实践征 中国知识分子 必须进行世界观的改造 因为其中的许多 知识分子的世界观 还是资产阶约 而改造知识分子世界观 行律有效的方式之一 就是知识分子的劳动化 要重视从公共劳动群众中 培养知识分子 要坚持教育 与生日劳动 相接触的方针 要培养大体 又红又装的知识分子 这是壮大 无产经知识分子 队伍的前提 文革的世界意义在于 被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 探索出了正确的横向 被社会主义本身 导入走向成熟 店内的坚持基础 被无产经的最终解放 指定了前进的道路 为人类的发展和进步 提供了持续的推动力 文革虽然失败 但文革在国内外产生的影响 是永远不会搏灭 经历过文革战斗洗礼的 真正的中国人 必要继续坚持 走社主义道路 反对资本主义复辟 更加可喜的是 毛泽东 当年在文革国下的革命国主 也在深刻的影响了世界 当年欧美的物产业绩纷纷享用 中国的文革而起来反抗 本国的资产业绩政府 2008年10月15号 德国之声 播放了西方某学者的文章说 今年是1998年学龙运动 四周恩的纪念日 这个运动不仅震撼了欧洲 也震撼了亚洲和拉丽美洲 我个人认为 在学生的讨论中 尤其在德国人们过于忽略中国的因素 当时在这一学生运动的各种不同的流态中 包括在70年代初的金左派里 中国的王大革命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台湾作家陈应珍说 我的诧异的眼光 看到文革的火炬 在全世界引发了激动的回应 在东京大学 学生占领了西班公室 批判全民教授 要求教育革命 在法国 巴黎五月 是戴格闹下台 开展了新的四项运动 2011年9月开始 美国爆发了 占领华尔街的运动 10月占领华尔街 这个运动从金融中心的纽约 蔓延到正如军的首都华盛顿 并成为西卷全美的 巡逐性社会运动 人们高级的毛孤的头像 和协有毛主席的 语录工人阶级 必须能到一切的体调区牌 高喊要90球 不要 要90%球 不要1% 可见文革的活动 洒向世界 并深入人气 首先 文革是彻底活动不了的 在这个世界上 只要还有压迫 剥削 不公正存在 文革就会有他的价值存在 在今日话题中 曾推出如何防止 发展文革的歪痕的专题 并以怀念文革为题 在网上发起投票 结果怀念的票数是 50392票 占投票总数的78% 不怀念票数是14402票 占投数的22% 这就是三十多年来 这就是三十多年来 妖魔化文革的结果 这是毛工去世后三十多年来的实践 对人民对人民教育的结果 是包括妖魔化文革的人在内的 所有人的意志所不能转移的 请看两则新浪微博网友的帖子 一箱直播 说 为什么85%以上的人反对火星文革 凤凰播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是中国的社会现实 给中国人的现实教 网友邓女士说 三十多年前提出否定结束温格时 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那是领导人告诉人们 要结束一个时代 带给人民到一个崭新的地方去 文革当然不实现是美 也有它的问题 人们处理了一个更好的地方 但是三十年过去 人们没有走到一个崭新的地方 却走到了毛泽东 发动文革要避免的那个地方 是一个更坏的地方 因此有人说 民主的中国 请从科学评价文革做起 应当指出 文革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建立来的第一次 也是全人类文化史上第一次 没有抽出经验可以借鉴 没有完整的理论可以作为指导 出现一些错误是难 在乎难免的 历史永远都会承现出 一种螺旋式发展的趋势 革命也会出现阶段性的特点 因此希望 必提供余异的想法是天真的 以为立竞的一次文革就会保持资本主义 永远不会复辟 甚至以资本主义是否复辟来探紧文革的成败 都是非常肤浅的看法 面对党内外的腐败和社会的乱象 人们又想起了已经结束了近40年的文革 这足以看出文革所催生出的社会主义文化的革命活动 所具有的顽强的生命力 而文革也给未来的革命和今天的反腐 在方法论上提供了可以渐渐的经验和教训 文革主义的理论 用科学理论做指导 只有真正掌握了马斯维的世界观方法论 他能准确的把握运动的方向 正确把握斗中的政策和策略 否则就会被一小多骗子所迷惑和利用 第三 必须注意团结 争取更多的人 支持不能为了一己之私 而分裂革命队伍 甚至自相残杀 如果是那样的话 无产阶级将永远不会获得最终的解放 曾经 反共反华反革命反人民的分子 借否定文革 否定毛泽东 他们说毛泽东是破爱黄是希特勒 后来 反共反华反革命反人民分子 又打算借怀念 华晓鸿 华晓鸿 赵紫阳来否定赵晓鸣 华晓鸿忠厚老师 华晓鸿是中共的良心 赵紫阳是中共的头脑 邓晓鸣是中共的手段 那是因为 邓晓鸣提出的自相残命原则 对于政改宪政是碍事 此前他们也否定了周恩来 大中四肩 诸咒为虐 并不是道德般人 是个卑鄙的 编造出了一个所谓的私生鬼 还写了本书叫什么叫成父亲太沉重 再后来 反共反法反革命反人民分子 在否定了毛泽东的反右文革之后 他们借八九风波 否定邓小平 借法轮功 否定江泽民 借镇压藏公暴乱 否定胡锦涛 现在 毛泽东连建国都有罪 孔夫子是圣人 蒋介石是伟人 刘文才是善人 只有毛泽东是罪人 那将来呢 习近平重提人民的服务 冲走群的路线 重新重视 意识性耐力的斗争 其身后 也定会受到反共 反华 反革命 反人民的分子的否定 不 现在就已受到攻击 总之 在反华 反共 反国民 反人民分子的眼里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 没有一个是好人 而否定了这些领袖 特别是否定了毛泽东 就在事实上否定了中国共产党 因为问题的实在于 如果否定了毛泽东 否定了毛泽东的前三十年 那中共的建国和执政 还有合法性吗 反共反华 反革命反正分子 不就要否定毛泽东 否定中国共产党 他们还要否定中国近代以来 乃至中国历史上一切的人民革命和爱国的一局 太平天国起义军是长黄贼 义和团是权匪 领导亲爱革命的苏仁山 耽误了 可能君主立宪的清政府 几张资本主义最终的列车 因此他是中华民族的签字罪 总之在他们眼里 中国历史上 自秦末农民起义以来的 所有人民革命 包括粤飞抗金的 所有爱国一局 都是需要否定的 与此同时 他们给曾国方 曾国方 反 给李铿章反 给思喜反 给袁世凯反 给强契士反 给现在大汉奸 汪精卫反 给现在小汉奸 吴兰城 扎海宁反 给立场大汉奸 秦桧反 是要让秦桧服务 从柜子地上 坐起来 站起来 总之在他们眼里 一切镇压人民革命的柜子仇 一切卖贼 汉奸 都是一当肯定 如此一来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 必将三观尽回 我们中国人民 肯定 揭槽全物 我们中华民族 一定是 无敌自重 这样 反共 反华 反共 反人分子 就实现了他们 打倒中国共产党 重新压迫 中国人民 分裂 中华民族的 罪落目的 著名作家 巴金 在临死前 曾经说 很遗憾 没有看到文革 纪念馆的建成 其实正向 原中央 文献办公室 副主任 李杰同志所说 如果真正公布了 历史答案 特别是文革答案 对毛泽东 没有什么 不利影响 倒可能对某些 领导同志 产生分的影响 因为 道德 是人们所推崇的 但是 公道 自在人心 尤其是 在知道 真相之后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